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 有话说老板你这洋葱吗 可能外行看了不知道是啥 这个叫朱顶红 内行都知道了 这个朱顶红 现在是进口的种球到货了 口径都很大 看全部都是 然后关于朱顶红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它的一个繁殖 你们可能看到很多的同行 很优秀的一些作者 也给大家分享过 就是零片的方知法 零片的方知法 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最古朴的繁殖方法 古朴的繁殖方法就等它自己抱枕 你看一个你看这个抱了好几个 还有这个也抱了好几个 看 还有这边都在抱枕 这个是我们去年卖的朱顶红 剩下的一批 全部都是这种状态 那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有的话有说 老外爷为什么朱顶红都是进口的比较好 你首先要承认别人优秀啊 人家的园艺事业呢比咱们要先进了150年 可能由于我们近几年的追赶追赶追赶 一直在追赶 可能只压缩到几十年了 朱顶红啊你去到国外的时候 他们大多也都是以这种很古朴的一种繁殖方法 他们搜求嘛 就像我们种大蒜种姜是一个道理 还有呢他们会通过花粉来各种杂交 育种育出来那个种子呢 他们会进行播种杂交就要育种吗 这是一种系列的方法 如果说花儿梅仔家里边养朱顶红的话 我建议大家像我一样啊 种到一个大一点的浅一点的 别太深了啊 稍微浅一点 就是它的土层这么厚就够了 可以种大一点的 给它足够的生长空间 让它去翻小球 你看 这种就是了 如果说你盆很小的话 它球会受压缩 长不开一样 你可以地摘 就是北方地区都可以地摘 南方的花友的话呢 就差点意思了 你像如果说南方的花友呢 过了中秋吧 就是十几月份的时候 比方说你看看北方 大概就是中部地区下霜的时候 你们两广地区的话 就把这个叶子给它剪了 剪了之后呢 放到冰箱的上一层 保鲜的地方 就是像咱们储存蔬菜一样 你给它储存上两到三个月 就大概三五度那种感觉 你第二年再拿起来种 它就会再开花的 如果说咱们北方的花友 就不用管了 地摘盆摘都不怎么用管 你其实很多的花友在阳台上 它都可以达到一个春花的目的 这个就一个事了 不春花呢 它内部是不会去孕育花芽的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不怀孕 它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花友们也要盖它这个点 那么呢 像这种 如果说自己长出来的这种种球呢 有上两年 最多两年 基本上第二年都会去开花 如果说营养充分的话 这个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照料它 如果说你们鳞片啊 或者播种啊 起码要三年 花友们自己揣摩吧 不过呢 像那种进口过来的树顶花 就是已经春花完了的 你们种下去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开花了 最晚的就是六七十天 都可以开出来花 你要承认人家优秀是很难的 不过呢 我们也在慢慢的去攻克这个技术难关 但是也是被卡着脖子 因为有很多的专利 就是你像品种的专利呀 这那那的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不过呢 这些事情老花友会逐渐的去做 如果说大家喜欢追捧红的话呢 老花友也给大家整来了 价格呢 可能就是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老花友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服务呢 就是带盆栽好 用的都是最挖赛的盆和最挖赛的土 竟然打不过价格嘛 咱们就打服务 好了 我是老花友 养发最人意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啊 记得关注 白了抽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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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